詞曲 李宗盛 各位同仁 請就座 開會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市政總質詢 第一位請陳莉娜議員 質詢時間45分鐘 議員請 謝謝 我想最近空氣污染的狀況 大家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能見度大概在1500左右 然後很多的地方 都很遠的地方 不要說很遠 很近的地方 大家都常常講說看不到85大樓了 那以這樣子的狀況來看 高雄市的小朋友其實可能升起空污旗的部分 常常都是升紅旗 紫色的旗子 其實對我們整體的高雄市的環境 其實是非常差的 台中最近有一些新聞就是講到就是 台中的火力發電廠降窄的問題 一降窄空氣就變好 那大家就明顯的發現說 火力發電的確對整體的空氣環境 是造成了很大的這個影響 所以呢 其實高雄市也不遑多讓 譬如說我們星達港那邊 我們的大陵火力發電廠 其實這對我們來說 整體的環境空氣污染 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所以 對於這個環保的議題上面 我想在高雄市一直以來也都離不開 而且一直以來 也都是高雄市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今天除了就說 一剛開始講到空污之外 我也要講到 其實焚化乳也不遑多讓 我一直以來提的焚化乳的問題 我相信市長也聽了非常非常的多次 那焚化乳的問題 為什麼要一再再提 因為我們燒外縣市的垃圾 真的非常的多 以高雄市來講的話 高雄市其實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底渣 那底渣怎麼來 就是你現在燒本搜 燒了熬 在最底下 剩下的這些部分就是底渣 那底渣就要掩埋 那掩埋怎麼辦呢 現在有這個 說在全台大概有378個掩埋廠 但是呢 目前啊 全台也剩下393萬立方公尺的容量 大概原先設計容量的 大概十分之一強左右而已 就是說等於全台灣要埋這個東西 是很困難的 那我們高雄市尤其燒這麼多的垃圾 高雄市家庭 大概剩11%的容量而已 高雄市其實垃圾也蠻長海也蠻多的 但是有四個目前已經不能用了 那以現在整體來看的話 高雄市的容量有限的狀況底下 我們依然幫很多的縣市在代燒垃圾 那代燒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啦 以這個估計來看 高雄市的林口大概是全台灣的十分之一 11%左右啦 但是高雄市所燒的焚化量大概是20%以上 就是說高雄市所燒的本素啊 是我們自己的人口數的大概 在占全台的兩倍 那底渣量大概23% 也大概是全台的五分之一強啊 那這麼多的這個焚化量 這麼多的底渣 其實為我們帶來的是什麼 其實成本非常的高啊 譬如說我們必須要承受空氣污染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承受我們的環境 有沒有這麼多地方可以去存放這些底渣 這些都是問題 但是呢 高雄市啊 據估計大概幾三年啊 就要整個就要爆滿了 沒有地方可以再掩埋了 剩下大概是41萬立方公尺的掩埋量 那這個狀況看起來 我們上面有標數字 看起來真的真的非常的嚴峻啊 整個環境非常的嚴峻 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最近在做一個就是說 掩埋場延期五年 延期五年是怎麼延期 就是把我內的有掩埋場的地方 再把它開挖 再處理 再把垃圾再處理 然後今年就要赤支6.5億 來進行開挖的活化工程 那但是我們這個開挖跟活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挖出來的垃圾 你還要另外再做處理 還要處理費 然後呢 你這個工程還要工程的費用 6.5億 當時幫這些縣市 燒這些垃圾的時候 這些成本有沒有算進去 沒有嘛 但是呢 到最後這些東西要誰來負責 高雄市政府啊 我們自己還要再處理這些問題 划不划算 燒垃圾這件事情啊 發電 可以我們常常在講 可以發電啊 協助外縣市處理垃圾問題啦 這是整體的 全台灣的問題 但是對高雄市是一件 百害而無一例啊 除了一個就是說 我們協助外縣市去燒垃圾這件事情 有正當性之外 其他對所有高雄市民是百害而無一例啊 但是這個事情我們做了多久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我們真的有需要在這樣一直做嗎 這是我覺得就是說 在談這個 每一次談到焚化爐 在帶燒外縣市垃圾的時候 我一直都覺得說 是怎麼高雄市要跟我們燒這麼多垃圾 然後中央也給我們這麼多的垃圾 地方上面有各個縣市的人情壓力 有時候也幫忙帶燒 結果燒完了以後呢 高雄市的市民要去承擔所有的一切 到底公不公平啊 所以呢 剛剛那個 蔡局長還走過來跟我講說 其實啊 那個 我們現在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底紮的量 是因為就是說 前一陣子幫忙處理的這家公司叫映城嘛 映城這家公司在三月份的時候呢 發生的狀況 不能夠再處理我們的底紮 所以呢 這些量就只好開始呢 就做記帳的動作先 欠到沒有 沒有運回去其他縣市 因為我們境檢有說嘛 如果說嘛 你把垃圾拿來高雄市燒 那你就必須要有一個比例 譬如說你拿一公噸來燒 你可能要運個1.6啊1.8啦等 不等的比例回去你的縣市 要用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計畫我是贊成的 因為長期以來啊 他也不過就是今年才開始運回去 但是長期以來都是 都是高雄市在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是不為過的 希望他們可以趕快啊 把這些 把這些運回去 這個對高雄市才公平啊 高雄市是連放的地方都沒有啊 連放的地方都沒有 更不用說要幫他掩埋啊 他運回去自己想辦法去處理 你要把垃圾拿來高雄市燒 你難道不用負一點責任嗎 你以為拿來燒就好了嗎 垃圾這件事情就是這麼不簡單 你不要把污染放在別人的家裡面 把垃圾拿來處理 還要把污染放在別人的家裡 台東跟雲林我要特別再提一次 台東什麼時候他的這個分化爐才要開啊 他沒有正式講耶 一直在那邊撤要撤幾年啊 什麼時候才會正式的啟動他們自己的分化爐 自己有風暖路的拜託一下 拿回去燒啦 不要再來高雄市處理這些問題啊 給個時間嘛 是不是 你要選舉別人不用選舉嘛 是不是 因為你又要遇到選舉的問題 各個縣市都不想處理垃圾的問題 不想在各個縣市裡面引起垃圾大戰 很抱歉耶 高雄市是那個受害者 對高雄市民怎麼會公平呢 雲林呢 那個連那個環評啟動都沒辦法啟動的 你也拜託 但現在四處我知道量來高雄的確有少一點 但是我們當時有跟他講拜託你也承諾一下 你要怎麼做 現在他的垃圾也是全台四串啊 這種的縣市是不是要為自己稍微思考一下 將來應該怎麼處理 短期間高雄市幫你帶燒垃圾 把抵渣運回去 另外呢 應該要給我們縣市的居民一個承諾 你到底要怎麼做 不要老是想說要來高雄市處理垃圾 我們的責任區範圍什麼金門 澎湖之類的 我們燒了就燒了 但是 底渣也是要運回去啊 底渣也是要運回去啊 這個就是環保局給我的資料裡面提到的 其實金門啊 從今年的一月到現在為止 九月為止啊 其實是一公噸都沒運回去耶 一公噸都沒運回去耶 它有八千九百一十公噸 結果連一公噸都沒運回去 金門這個也差不多啦 澎湖也是很少 兩萬多公噸只運了兩百七十八公噸回去 三月印成才壞掉啊 比例有這麼低嗎 有人還 連一公噸都沒有運回去 這像話嗎 各個縣市是不是應該要對高雄客氣一點 我們幫你把這些污染接收了 幫你帶處理的垃圾 你還不把這些東西抵渣給它運回去 這個真的對高雄市民 我們在這邊要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給所有的高雄市民了解 這個對高雄市來講太不公平了 屏東呢 是可能因為他們有掩埋場啊 屏東還到 變成負的啦 負一萬多 表示就說屏東喔 其實是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 先在那邊放著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情形喔 如果各個縣市 大家不處理他們自己的問題 老是要把問題塞給高雄市 高雄市就會出現一個狀況啊 就是高雄市奇怪了 我們自己好像變成一個不得不 在開發新的掩埋場的一個狀況 怎麼會這樣 高雄市變成自己不 不做掩埋場都不行啦 那高雄市政府有一個理由說 我們不做掩埋場 我們真的沒地方了 那我在這邊顯示的這個資料 我就特別要跟市長提出一個 呃提醒 那這裡呢 這份資料看的不是太清楚 我大概解釋一下 在台南的東三鄉啊 有一座掩埋場 這個掩埋場 其實在它的環評計畫裡頭 它把固化處理的這個部分 把它刪除掉了 但是呢 在高雄市的這個 內門區的這個 即將在申請的這個掩埋場 它裡頭要放固化物 那我在這邊要提出來 為什麼固化物有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說是有毒性的東西 它經過固化處理 它可能它可以成為 一般事業廢棄物 但是它毒性 並不會因此而消失 毒性並不會因此而消失 所以在台南的這一個 這個廠 它直接把固化物把它拿掉 它是不能夠放進去的 我也必須要在這邊提醒市長 如果高雄的有這種狀況 拜託一下 固化物千萬不要放下去 千萬不要放進去 這個是對子孫的一個交代啊 它又是在二人溪附近啊 所以呢 水源區附近的這個土地上面 做這些事情 的確是讓人家覺得非常的擔心 另外呢 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跟我們台南的 東山鄉很像的地方 就是它的坡度 都超過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所以呢 在這些的處理上面 的確它有一些特別之處 那我就看到了一份 就是在我們 這裡沒有秀出來 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金發局 其實給了這一份 在內門的這個資料裡頭 它有提到一句話 它說這個地方 事實上是不適合當掩埋場的 是不適合的 所以呢 環保局跟我們的都發局 是走兩條不同的路線 一個說OK 一個說不行 所以呢 這個案子到現在呢 其實我們也搞不清楚 雖然不是我的區域 但是我說真的 我也挺擔心 很關注 主要就是希望高雄市的 所有的垃圾處理 都能夠有一個好的方法 對的方法 而且對市民的整體環境 要有長遠的貢獻的 我們不能夠留下一些 不好的東西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啊 所以市長在這邊 我這邊是做一個提醒 但是在這個題目上面 我要請市長要承諾的一件事 我們這麼多的底渣了啦 真的很多 他都要我報告的 這些事情 我期待啦 剛剛那個局長也跟我講說 因為我們自己也成立一個 處理底渣的 跟別人來合作 處理一個底渣的 那現在有多少的 市長感冒 所以呢 我在這邊希望啦 就是說 如果啦 大家不把底渣運回去 我們就不要燒 我們就不要把他們收他們的本事 不需要這樣子做啦 對我們市民來講 如果是有殘害 殘害是遠大於 我們幫他服務的這個性質的話 我們就不要 我們明年一月起 我們就不要把他們收他們的本事 另外呢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邊的 已經記帳的這些部分啦 拜託啊 兩年內把它消化完 並運回去 如果速度有可能比較快 那我們期待越快越好嘛 但是放在這邊 不是不要存放成本耶 這些底渣 大家知道 各種的存放物 零零種種很多東西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但是呢 有毒的東西 也有可能 有害土壤的東西 也有可能 這些東西放在那邊越久 對我們土地環境的污染就越大 那這些東西 它不需要付一點的 放置的費用嗎 租金也好 各方面 我覺得它應該要有合理的一個費用 讓高雄市去處理這些問題 而不是就是說 你今天把這些沒有看到的成本 你就當成就說不用付出 但是這些成本是我們的環境 在付出耶 所以是不是 我在這邊 今天就這兩點來請教一下市長 看看市長是不是有方法 讓這些外觀七的人知道說 他們應該要有責任去處理他們自己垃圾的問題 請市長說明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基本上過去基於我們的整個魂化爐 中央在一個經會上也有益助 所以中央在一個縣市之間相互合作 對我們高雄市過去是基於這樣的理由 不過我覺得說這些抵紮的問題 我基本上是同意陳議員的觀點 就說你如果不把他穩回去 我就不想幫你帶騷 我們現在對金門的態度就是這樣 他用盡各種方式 縣長一再打電話給我 我說你如果不把抵紮穩回去 我就沒辦法對市民交代 對平和的部分 平和的部分 現在他也是有把它穩回去 但是我想長期來講 我覺得說這些抵紮 怎麼樣子能夠延伸一個再生的材料 循環經濟作為公共工程的使用 不然你現在這樣寫一堆抵紮 然後這個部分都是一個非常不妥事 所以我想高雄市這個部分我想中央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也跟我們高雄市環保局等等 大家都是朝著你們應該在整個研究研發上對於抵紮的再使用 你如果沒有研發每個人就丟在那裡 我認為我也同意說高雄市 我們沒有這個責任去承擔所有人的抵紮 所以第一個我們現在就是如果他不運回抵紮 我們就不帶燒 我們就不帶燒 現在已經是這樣 局長你要聽清楚是這種狀況 是現在就是 不要給民國這樣處理 一公噸都沒運回去 沒有 對 配合有運 有運回去 配合很少 他兩萬多只運回兩百七十八而已 那金門是一公噸都沒運回去 金門也是十月開始要運回去 就是說因為我們堅持這樣的一個原則 所以一方面也是給他們壓力 不然我就不可能給你帶燒這個部分 另外我會覺得說押金的部分 我會覺得這個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應該他要把這些抵紮 帶回去 這是重點 謝謝市長 其實就是這樣子 今天這些人如果要來高雄市製造這些污染 拜託你要把後面所有應該要處理的事項要處理好 不然就不要來高雄市 我覺得這是相當合理的 高雄市民也沒有必要去承受這些空污跟這些抵紮的污染 那我今天雖然沒有問局長 我也希望局長剛剛市長所說的能夠如實地來執行 好不好 謝謝 那第二個我要問到的 其實這個我在金發局已經問過一次 但是這件事情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也希望各個局處首長能夠重視這件事情 這個也不是都發局單一個局處的事 這也不是金發局單一個局處的事情 這件事情就即將在進行當中 應該說現在是現在進行式 就是我們的國土計劃的部分 高雄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其實是讓人家蠻擔心的 譬如說前一陣子我們知道 當華邦店要來的時候 當台積店要來的時候 我們都說這個土地 科學園區的土地不足啦 怎麼樣之類的 當我們說我們的這些螺絲產業是在農地上面 怎麼樣讓它有一個正確的一個園區的時候 我們牽涉到的就是土地的問題 當很多的環保人士就說 應該要做國土規劃的時候 這一些應該要保育的土地到底在哪裡 這個時候我們都會牽涉到這個問題 那高雄市將來的人口怎麼發展 到底會增加到什麼程度 這也是國土規劃的一環 但是國土規劃的事情明明就已經在進行當中 但是我們有沒有同步的啦 高雄市的各個局處有沒有同步的在進行當中 107年的5月1號 就是在等於是要公告全國的國土計劃 那這個有什麼影響 公告全國的國土計劃的狀況就是 我們最近常常看到很多的縣市的市長在跳腳 縣長在跳腳 跳腳什麼 他說你給我整個館市裡面有那麼多的農地 而且是一級的農地 低類農地 那我等於是不能翻身的嘛 所以他跳出來 那這些東西呢會怎麼樣 在107年的5月1號他會定案 他告訴你就說 你的縣市就是要有8萬公頃的土地 你的縣市就是要有5.3萬公頃的土地 這些土地一劃下去的時候 很抱歉你就是要找這麼多土地給他 那在這個土地的規劃裡頭 的確就影響了這個縣市的整體發展 那在109年的5月1號的時候 縣市裡面自己的規劃的部分 就要做公告 這個做公告表示就是說 前面的作業要先做完 等於在明年年底如果計劃沒有出來 後年進行各個產業各個面向的討論的話 那勢必要來不及啊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說 明年是一個選舉年 這是我令我很擔心的地方 因為明年如果大家都去管選舉了 誰來做這件事情 各個局處首長都很忙啊 辦活動了要幹嘛 大家都跑去幫忙 好選人去做選舉去啊 那這個計劃怎麼辦 所以我不得不在這個時候 趕快提出來 跟大家來做個 呃 做一下提醒啦 做一下提醒 希望就是說下面的事情 我們能夠好好的去做 不要也耽誤了高雄市 因為這個計劃一定下來 在111年定下來 將來是20年 沒討論啊 20年不會再討論這個東西 所以高雄市將來會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非得要把它調查清楚 了解清楚 做一個整理 規劃 讓高雄市保證20年後 20年內的發展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呢 我們以前所知道的這些 所謂的什麼土地使用分區之類的 將來沒有啦 11種分區將來只剩4種 就變成國土保育區 海洋資源區 農業發展區 跟城鄉發展區 沒有啊 那各個區裡面 可能分成有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之類不等的 那但是呢 不能夠跳脫這些區域 去做其他的使用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那怎麼辦呢 你看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屏東 嘉義 雲林 大家都在跳腳 欸 看起來好像是 農業大陣沒錯嘛 那農業大陣有什麼好說的 反正他們就是應該什麼 好幾萬公頃 幾萬公頃的農地這樣子 但是呢 各個縣市也會想到就是說 當然 將來如果我定型為農業大陣的時候 大部分的這個地方都變成農地 我二級產業 我不能夠隨便亂放欸 我沒辦法隨便 隨便 沒想到現在說農地 上面放工廠沒問題 將來是一併都要處理啦 是不是 那這些問題我們怎麼去做 高雄市其實 農地也被化不少欸 高雄市要5.3萬公頃的農地欸 是不是 這大概是全台灣 不知道是排第五還第六順位的 就是說農地的比例多少的 那高雄市算是多的欸 那高雄市我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能如果我們跟台北新北來比 台北新北 台北的某農地 台北的農地是零啊 新北市呢 0.61而已 一公頃都不到 那高雄有5.3欸 但是高雄我們有什麼 有山有海 有非常進步的城市 然後我們還有工業區 我們等於是四種的區域的形態 我們都有 我們的複雜程度 比別人要高很高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高雄市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 各個產業面向 到底需求的土地還有多少 我從最基本的 我們常在講的就好了 工業的部分 工業部分到底高雄工業要往哪裡走 市長常常在講就是說 那些高度污染的啦 煉鋼的產業啦 然後或是化工業啦 各方面這種對高雄環境的 可能保持一定的量 那要有新興的產業出現 好 那新興產業出現的時候 它要放到哪裡去 如果說啦 大林浦的千春案一拖再拖 結果來大林浦那邊那裡 零元是主體區嘛 結果沒想到就是說 到時候可能拖過了111年的時候 我想這是不可能發生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先想到 我舉一個例子是這樣 到時候拖到那個時候 結果你發展說 你想要把他撐穿之後做工業區 你也沒辦法 就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說 我們不得不去注意的事情是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土地 要做整體的了解跟規劃 而且是這個是破 已經是破在眉睫的事情了 非常非常的急 但是我們的動作其實是比較慢一點 因為我有調查了大概主要的幾個局處 到底目前進度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速度都是算慢的 那這是我們比較擔心 所以我問一下簡單的問幾個 譬如說我問一下那個觀光局 如果你的溫泉區 被列為在國土保育區內 你可能你不能營業用喔 局長這樣要怎樣 局長你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跟陳議員報告 其實這個部分呢 目前各局處都在檢視自己的 我問你就好 你不要說別人 我們的部分都檢視過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地方 那個該是油氣用地的部分 那個包括溫泉的地方 都是屬於油氣用地 我們土地的變化 是 所以你們已經把它統計出來了 那那個動物園呢 動物園也是啊 也有嘛 也有劃下來嘛 那動物園會在哪裡 我們現在目前有一個是壽山動物園 另外一個是在內門 有一個觀光休憩園區 是 所以你們已經把土地先把它 確認下來對不對 沒有錯 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有可能的 將來成為 成為喔 因為你現在可能盤點的是 目前你知道的嘛 那將來可能會成為觀光景點 或是說有可能有營業性質的地方 你有去了解會是在哪裡嗎 有 目前都正在通盤的檢討中 是 好 那局長你先請坐 如果說每一個局處 大家都會看到 遇見到二十年後的未來 我們所應該要留下的土地 各個局處應該要留下的土地在哪裡 那這樣子我們才不會出狀況 我再問一下農業局啊 目前農地的部分 五點三萬公頃 要怎麼整個 要放大概會是什麼狀況 你了解現在所有的情形了嗎 那請回答一下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在這裡跟陳議員報告 五點三萬公頃裡面 他是有分 農一 農二 農三 農四 那第一類有多大 第一類的面積的話 有三萬多公頃 也不少喔 但是我現在要跟陳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整個一個國土規劃裡面 農一 農二 農三 農四裡面 現在農委會跟內政部 還有一些相關單位 也正在做一個細分 所以說包括農二裡面 可以做加工廠的 集貨廠的 包括農三 可是要跟農業相關喔 有 有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他不是說 你那個加工廠跟農業不相關是不行的 是集貨廠裡面的加工廠 是 農洗食用裡面的加工廠 所以這個必須要說清楚喔 對對對 所以說五點三萬公頃裡面 他裡面的細分的時候 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農業局都有把資料提供給我們農委 包括我們農業區裡面 所以你覺得五點三萬公頃多不多 對高雄市來講 我是覺得啦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對 但是我跟陳議員報告 包括破稅型在農地 農業區裡面破稅型的地點 有些事必須要劃出 變成鄉村區的 這些我們都有跟農委會建議 都有跟農委會建議 所以目前來講 在農地上面 上面的這些工廠 有工廠的部分 有工廠 但是有毗林工廠的地方 比如說 它畫出的範圍 比如左右毗林的話 我們必須要重新審慎考量 在農業區裡面 是不是適合耕種 這些的話 農委會在國土規劃的時候 包括內政部 變一個通盤的整理 把它畫出來 是 好 局長你先請坐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 現在譬如說我剛剛講過的 螺絲產業很多都在農地上面 那這些農地呢 將來是怎麼做 是你要把它畫成農地嗎 還是說你這些土地 將來是 要把它規劃一個區塊 讓螺絲產業能夠在那邊生存 這個都必須要經過討論啊 哪一些地方適合農地 它也必須旁邊有水利 灌溉溝取可以使用的才行啊 現在很多地方都沒有了耶 所以局長 這些東西啊 我拜託 一定要把它調查清楚 好不好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有關於經發局的部分 就講到就是說 像這些有很多的區塊裡頭 它是可能還要再繼續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螺絲產業的部分 它可能還要再 你要幫它找 或說我們將來也可能 有別的產業的聚落的時候 這一些怎麼辦 你這一些地 要去哪裡找 那怎麼去規劃 我看起來時間點喔 算是 經發局算是比較 比較積極一點的啦 時間點抓的稍微準確 應該是經發局啦 局長我是不是 幫你找問一下 你認為就是說 在你的區塊裡頭 你怎麼做 讓我們將來的產業 尤其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每一個產業所需要的土地 要先預留下來啊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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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做什麼都不可能 是不是 來局長你請回應一下 請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跟陳議員說明喔 你應該會以未登工廠 還是如果真的 未來要把它輔導合法 那要形成聚落 其實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而不要臨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們有大片的 就是保留做農業區 就是比較少生產發展區 裡面可能會出現局部的需求 比方說 他們如果有局部的需求 我們要一併的把這些東西給反映出來 好 謝謝局長你先請坐 現在大概大家 有一個初步的知道 就是說大概自己的局處是怎麼樣 那這個在教育局的部分 我也有在小組跟局長有講過 就是說其實大學程 譬如說中山大學 大家如果到時候要成立分校的時候 那他的校區的劃定有沒有問題 可能要先做保留 還是什麼樣的動作 大家對於整體的區塊就要做調整 或者說現在有很多少子化的問題 很多的校舍是不是將來還做校舍使用 那這一些是要劃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他要放在城鄉發展的第幾類裡頭 其實這個都是問題啊 所以每一個局處其實你們都有各自的功課 我希望大家能夠各自的回去 檢討一下這件事情 了解自己的局處裡面 有沒有跟國土計劃裡面相關的內容 而且就要即刻的做進行 那當然這個計劃裡頭 其實他因為牽涉到的問題就是 個人的財產權的問題 因為他可能除了公家的土地之外 他還有私人的土地的部分 那這些土地其實他就會想說 萬一我的土地被變成是那個國土保育區 那我就什麼事情也不用做 我的財產等於是捐出去啦 是不是 所以在這一些區塊裡頭 其實有很多都會影響到人民的財產 所以你必須要公開透明的 讓所有人知道你這個計劃到底是怎麼做的 所以我在這邊依據 國土計劃法第45條第二項的規定 其實他就有講說在107年的5月1號開始 就要依據這個全國國土計劃 進行擬定 在109年的4月30號要完成 在第12條的第一項裡面有講到 國土計劃的擬定要邀請學者 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做談會 或以其他適當的方式 廣尋意見做成紀錄 以為明定計劃之參考 好 依據這兩個準則 我們就知道就是說其實廣泛的去搜尋 就是所有的民間的意見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109年就要公告 那在100 照道理來講 民國107年的年底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我們有一個初步的計劃出來 然後呢再把這個計劃拿出來 跟所有的團體學者相關人士 工業區的這些需求土地的人 做一個討論 然後廣泛的去做意見交流 再做滾動式的修正 如果是這樣子做的話 我們才有可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最後我就要請這個 工作的主要的主管的局處 就是獨發局的部分 那我期待就是在明年底 因為尷尬的時間點 明年底就是又是選舉的時候 所以明年底我們有沒有辦法先提出 提出我們這個初步的狀況 整體的這個規劃是怎麼樣 那是不是請局長給我一個回答 讓我們知道你們可能的進度是什麼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那謝謝陳議員 關心國度計劃 事實上那個國度計劃 現在是先從走全國的這個工展的跟諮詢 那我們本市是在今年的八月份 我們也開始啟動我們高雄市的國土計劃 這樣子的工作 那之後現在目前我們在進行 就是像議員所提的 我們就是跟各市府的各相關單位局處 那就是召開多次的所謂的機關的說明會跟協調會 那所以我們第一步大概是先跟各機關去介紹說 什麼叫國土計劃 那國土計劃跟他們各局處會受到衝擊的是有哪些 局長你在明年底可以先提出一個基本上面的東西嗎 因為我看你的包出去給人家做的部分 明年底也應該會有一個初步的東西 我們目前這方向是朝明年底把這個草案提出來 但是同步也必須跟議員提到就是說 因為國土計劃法它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母法 那它下面會有相當多的這些執法 那現在連全國 所以才需要留一些時間來做一些調整嘛 所以希望你們越早把這個案子提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就是說後面有很多的時間 大概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再做修正 那也期待就是說大家努力的來做這個案子 因為後續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好不好 確實是很大 是 局長你先請坐 但是我對於地震局是最不滿的 地震局其實在這裡面辦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地震局的速度很慢 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地震局給我的資料回復回來的東西 我也相當的不滿意 我在這邊就先不提了 也請地震局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們應該要全力的去協助都發局把事情做好 才是對的 那如果站在一個好像旁觀者的角色也不太對 因為畢竟最了解所有土地狀況的應該是你們 好不好 那這接下來我要提的是有關於大林浦的千春的部分 市長都知道說現在很多的動作已經開始在進行 然後呢我們也開始丈量了這個所有的這個大林浦的房子 那我上次有一次提出來 我對於丈量房子的不滿是因為過於粗糙 它只量這個房子的周圍的大小 它其實對於內部的所有的結構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內部有什麼樣的裝潢 比如說他們家是洗澡 還是說那個暗泰爐的 還是說他是有釘那個木頭地板的什麼 這些完全一概都沒有調查 而且呢使用的工具五花八門非常的多 有皮尺啦 有這個鋼尺啦 然後有這個雷射筆 完全不統一 調查一戶就要四千塊 還有最高紀錄就是一天可以調查 二十戶的 那所以呢這個整個這個 草率的狀況不是我在講的 那這個東西我很擔心就是說 將來能不能作為千春賠償的依據 那所以呢我在這邊呢 居民其實有很多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對於這些有意見的部分 我提出來讓市長作為參考一下 我們都知道在紅毛港千春的時候 我在這邊印下來的這個文是 你看是院長那當時還是余國華 是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這是中央給這個地方上面 就是高雄市政府的一個文 這個文的內容正式的寫出來 同意紅毛港的千春計畫 因為這個同意呢 那所以呢 紅毛港千春就正式的啟動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鳳千春的公文還沒回來 有可能大家說 我們要再做一個籌簿的 價位書給中央嘛 做了以後然後報上去 然後後面才會有千春計畫書 那但是呢 只要是在這個過程裡頭 有一些風吹草動 民眾說真的 以現在的媒體的功力 大家都已經是感覺到 就是說人心惶惶 所以我在這邊講 其中有時候也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我說真的 我在這上面質疑過多少次說 我覺得千春案是假的 我覺得千春案是做假的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在很多的階段點 讓我感覺 那根本不像錢呢 如果你也要做錢 你應該要怎麼做 比如說紅毛港千春 其實呢 茶姑是在 茶姑房子是在我們所有的 這個內容都底定之後 政府才有權力進來茶姑房子 但是呢 我們現在呢 不是啊 我們現在是 還沒開始沉穿 連中央圖還沒跟我們說 我們當時要沉穿 我們就開始茶姑房子 所以呢 我在這邊就要拜託市長 就是說 內部裝潢要裝備 這是固定的嘛 這個東西是固定的 但是請 市長要注意這個事情 就說內裡的裝潢 現在就沒著過了 所以這個將來怎麼處理 一定要想一個辦法處理 然後另外就是說 大鳳的六里的居民 都一定是千春範圍 那下跟蓋正常嗎 但是有的沒有喔 比如說 我這邊就有一個陳情案 它是在這個 三邊路二號二至一號的居民 它這個居民 二號跟二至一號 不是只有兩戶 它是好幾戶啊 這邊大家都簽名蓋章了 它是在這個 沿海路過去的另外一頭 就在這個工業區的裡頭 三下的一個小角落 它是屬於鳳鼻頭鳳鳴裡的 結果這些人呢 要問他們說 欸 你要把我留住嗎 他們說 沒有 你們不是在千春範圍內 有這種事嗎 它一樣是三明里 難道這些人都簽走了以後 剩下那一小塊 你不給它簽嗎 旁邊呢 我們畫南興路為基準 然後那是千春範圍 很抱歉的 旁邊還有農地和地耶 那些還是屬於 那個大陵埔的居民的土地 這些農地和地 在南興計畫區裡面 也還沒有被徵收耶 它竟然不是千春範圍內 這也很奇怪啊 這些怎麼處理 我待會要請你回答一下 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講說 土地不夠 因為呢 大陵埔有124到125公頃 但是我們千春的那個區塊看 有沒有50公頃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覺得就是說 土地要賠很辛苦 可能有些必須要用現金才行 但是呢 很多人堅持嘛 農地就是要換農地 一坪換一坪嘛 我又不是要給你換住宅用地 我就是換農地啊 那有一些公共設施保留地 那時候沒跟我們情緒的 現在要再放在那裡 這些土地怎麼辦 你一樣要陪人家嘛 那怎麼陪啊 你如果說 以公平機制來講 一樣嘛 住宅區一坪換一坪 農地也是農地一坪換一坪 公設地 你看要怎麼處理嘛 以土地的這個 賠償的這個道理來講 大家應該基準都一樣嘛 你現在設成兩種 大家就會覺得說 他只有這種選擇 他只有這種選擇 這個會不公平 到時候也會出問題 那所以呢 我在這邊也要請那個 市長對於這個問題的嚴寧 必須要由大方向大架構先來做 後續才會有細節的討論 這樣子才是公平的 另外就是說 鳳林路 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是同流的地方 但是當時很遺憾的就是 鳳林路是住宅區 那那個 所以變成就是說 最熱鬧的一條道路是住宅區 這件事情 總共在這邊超過150戶 150戶的居民 目前整體做連署 連署書在這裡 那他主要的部分 就在講就是說 鳳林路 你到時候一定要把它 遷到住宅區去 商業區 對不起 商業區去 或者一整條土地 一整條路上面 都是可以將來把它命名為鳳林路 然後呢 將來大家可以持續在那邊做生意 這有什麼意義 其實有的 就是跟紅毛港 叫做紅毛港國小 一樣的道理 紅毛港橋 一樣的道理 它會把這個歷史的記憶留下來 那市場也是一樣 市場大概有47個人 市場的47個人的部分 他們希望將來還是可以繼續做生意 那將來怎麼處理 因為它是一個私人市場 那怎麼處理呢 廟宇的部分 是不是一樣一坪換一坪 學校的部分 現在只有兩塊學校預定地 但是有三所學校 這些都是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去面對這些民眾 把基本上面 現在要做千春計畫書 也必須要有一些 基本上面民眾聽得下去的架構 才有辦法繼續往前走 所以呢 我在這邊就拜託市場 針對這些問題 是不是有辦法來做 那我時間有限 我先把我下一個主張先講一下 另外一個呢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講到紅毛港 紅毛港千春之後呢 其實在這邊 時間也很快 只要收一下 十年就過去了 十年就過去了 但是大家對於千春十年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這邊的居民有感覺 因為呢 這邊大家會覺得說 紅毛港好像跟當地的文化 一直格格不入 跟鳳山 南城禮好像也不是 跟前鎮也好像也不是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大家在這個禮上呢 常常會覺得就是說 我們好像還是一樣 是一個村莊裡面的人 所以他們提出來 其實這個意見 已經向我提了好幾次了 那我正式的在議會裡面提出來 我也期待 市長能夠重視這件事情 那之前我有做過一次提案 那個提案回應我是說 當時的戶數還不到700戶 那我跟大家報告 目前呢 以這個南城禮跟那個 在前鎮的臨近的這個 民意禮的部分加起來 已經超過2000戶了 已經超過2000戶了 如果要單獨成立一個 紅毛港禮 單獨成立一個 紅毛港禮 是有條件的 是有條件的 所以呢我也請市長 鄭重的 針對紅毛港文化的保留 對於民眾的需求 是不是能夠考量 把這個地方成立紅毛港禮 讓紅毛港的民眾 能夠有一個 向心力 跟我們對文化的一個渴求 內心對於這個 原先的這個 我們的所在地的一個 這個渴望 他們期望就是說 這個地方能夠成立一個 紅毛港禮 這個我已經聽到太多長輩 很多長輩也是市長熟悉的 這些長輩 一直都在講這些事情 那我們期待就是說 能夠去思考這件事情 進而就是後面 能夠真的促成這件事 將來在大林浦千春的時候 同樣也能夠思考到這個邏輯 才不會就說 一樣的又重蹈這個覆測 那我這個是主要的 另外一個就是 有關於林理調整的部分 這個會發生 主要是因為最近 中鋼 中鋼眷色 中鋼在這個 中鋼大樓附近 蓋了一批的房子 這批房子大概有300戶左右 然後附近的里長要求就是說 可不可以再多增加一個林給他 因為附近臨近他的林 那個林已經管了一千多個人了 可不可以有另外一個林給他 結果呢民政局一直都不肯 所以他覺得非常非常的為難 300戶然後人口數 一戶只要兩個人到三個人就好 也將近要一千人了 對那個林長來講說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就在這邊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你看最大的里跟最大的林都有可能比最小 最小的盛西里只有368人 但我們隨便一個林都有可能超過百人千人的 是不是 這種林理調整的工作 早晚要做 早晚要做 什麼時候會調整到這個時候 我知道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像這種的 比如說我剛剛講 紅毛港里 或說在這個中鋼新出來的社區裡面 一增加就是增加300戶 而且是透天簇的 這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怎麼處理 是不是應該要讓他多增加一個林 讓他管理上面的方便度能夠增加 市長 這個我一併的請你回答 大林浦跟紅毛港里 跟我們要林理調整的部分 你今天你感冒比較辛苦 不好意思 那也希望就是說 能夠真正這些問題 解決所有市民朋友的這些困擾 在我們盡可能的範圍 市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現在我們大南部 大南部這個時候 是粗暴的估算 並不是茶估 都是粗暴 這樣我們才能夠報 我們千春 我們出估 千春的預算 才可以報起 這是出估 所以剛剛陳議員提到 包括未來哈哈 廟宇 還有你說鳳林路 丁丁這個部分 這個是更細 我想將來這個部分 我們有紅毛 那個大林浦千春辦公室 是跨級處 他們這個都在處理中 那我會覺得說 大林浦的千春不是千假的 那我只是說今天我在高雄 十二年 明年就是最後一年 那我希望我最後 能夠可以拿大南部做什麼 如果在我的任內 還可以照顧 未來執行 那當然就是下一任的事 不過至少大的方向政策 還可以在這裡 我就是我認為 這是我對高雄大南部 最後的勝於價值 還是可以說我可以做 我 對 不是 現在在這個 國發會現在在審議中 好像我們使得副市長 是負責跨級處 紅毛港千春辦公室 我負責跟國發會在這個部分 今天下午他又要去國發會 就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是很認真在執行 當然在我們的任內 還是這個政策可以決定 我覺得對大南部的鄉親 是好的 我們盡量做 當然如果說今天我是認為 大家希望能不能用更正面的態度 去看 我沒有需要騙 那我如果要混 我就很快一點就混過去 我們是真的知道了解大南部 我們對大南部的感情 對紅毛港的感情 我們能夠盡量做 我覺得這個 對我來說 這是我的責任 我盡量 所以如果陳妍妍要了解細節的問題 使得副市長去國發會以後 我隨時可以跟陳妍妍來做一些說明 對紅毛港前川後 他們的感覺 他沒有那個歸屬感 在哪裡還是不是 我認為這個部分 我希望民政局 在這個部分要怎麼 很妥適來處理 未來林里的部分 現在確實林里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當然我們如果要併一個里 那就也是一樣不斷的抗爭 但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做我們應該做 該增加就增加 該合併就合併 那我會覺得 我也是鼓勵我們的民政局 就是勇敢去做 謝謝 請局長回答 我想議員其實在這邊也跟議員做個說明 其實里林調整的事情 其實很多民意代表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我們有很大的整併計劃 包括我們目前其實我們很期待 中央趕快把我們現在再調整這個區劃法 因為其實我們每調整一個人的一個身份證件 一個資料 他就要改24份資料 那個整個花下來的錢是上億的 所以其實可能我們會覺得好像我增加一個零 增加一個東西好像很簡單 事實上對市民朋友是很騷擾的 所以我們其實很期待 就是說我們能夠在一年內或兩年內 中央的區劃法通過之後 我們整個大高雄 我們其實不是只有里林要整併 包括我們的區都要整併 那區一起整併的時候 我們把所有的資料一次 我們很希望中央趕快把這個區劃法通過 那我們也一直在鼓勵立委在這件事情 所以一次就把它做到定位 這樣其實是最期待的 所以也在跟議員做這樣的說明 不是我們沒有在做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做這樣細部的一個調整 跟設計 是 好 這我們會來 好 謝謝 謝謝陳麗娜議員的質詢 休息十分鐘 好 好 謝謝